好,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有請丹主委 請陳主委 主委,貴的問題都是由你的報告來請教 從農工作證明,現在申請的程序只有耕農改廠,從農工作證明 應該是說為了加入農民健康保險,我們要實際從農者可以加入農保 現在要擴充,包括石根哲、蜂農這些核酸地都加保了 你現在申請只能透過農改廠是嗎? 對,目前啦,因為這是為了確保它有實際從農 沒有啦,有沒有其他更多元的方式,更彈性的方式? 其實我們會檢討 換來申請教一下,是不是有個讓更辯民的方式來處理 好,同意委員的建議 我們現在進行是一年一選,對嗎? 現在有選過改成三年 這樣的話也不會造成實際工作者的麻煩 你把年薪有增加了嗎? 對,我們會思考看看除了我們的改良廠以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農民團體也可以來配合 是,有沒有其他的選擇方案 這差不多三個月的檢討就好嗎? 有三個月給我一個評估 未來要怎麼檢討,是不是有更多申請的管道 好,執災保險的部分 那當然基本上以農保被保險人為申請教保單位 沒錯 現在實際從農的我們建保第三類的被保險人 也納入執災保險的範圍 沒錯 到最新的數據大概有多少人,25萬 快25萬了 加保率 大概20幾% 23% 你們有沒有目標值,希望加保率可以提高多少 其實我們是希望所有的實際從農者全部都加入 那目前實際從農者沒有加入的比例有多少 就是70幾%沒有加入啊 所以你要選多,還是要怎樣 加保率只有23%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們不是只有宣導啦 我們有幾個工作要做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要讓所有的那個加入的那個程序更有效簡化 而且有效率 因為那個每個農會 農會是農民去跟他申請加入 每個農會有分大小農會 他的資訊系統有不一樣 所以這個我們要克服 這第一個 不要讓農民為了加入農民接災保險 要求他準備了很多的這個證件 包括戶籍成本啊 土地成本 這個都是 減政便民為優先 對,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讓農民 就你,我剛剛講 要知道這個的好處 是 那個 寶貝源低啊 是啊 所以有的農民又不知道啊 是啊 所以要選多嘛 然後是減政便民 你說 你準備那麼多資料 我就沒辦法補了 是啊 我們還要再進入第二個階段的農民接災保險 就是說 我們現在 福島處也委託學者在做研究 到底這兩千多人 拿到我們 我們有兩千多人 因為從事農業生產 比如說有七八十個網生 那就領三十萬 那我們要去調查說 他生產行為是什麼樣的因素 而受傷 反而要透過這個健保相關的資料 回去江海福島農民說 其實我們是希望說 他有買但是最好買 這政策是好的 最好不要用到啦 這政策是好的 但是含蓋面 覆蓋力還不夠 我們希望說更多人 能夠從事農業生產 能夠納入這個 這個植栽保險體系領 是 農業保險 你每次來 我每次來給你請教 這個從一剛開始 在事辦到現在已經這個 農業保險已經上路一段時間了 一百空新年開始 一百空新年投票率不到1% 到108年大概將近9% 沒有錯吧 沒錯 因為一開始只有你 一個產品 現在我們有27個保單 二十吧 二十個品項 那一個品項 它可能有兩種保單以上 像香蕉就有兩個保單以上 所以你現在編列的預算 我們看一下你編列的預算多少錢 我們編列的預算裡面 主要的農業署是在支付 稻米的收入保險 那個比較大中 因為那個部分 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你這個實際支付 實際的這個預算 還比你今年編列的預算還多 所以你對農業保險 應該要更更積極 其實我們的預算全部都是集中在做所謂的保會的這個補助的部分 我了解了 你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嘛 所以你看看 這部分你要考慮到它的誘因是不是夠 是不是夠 你的投保金只有84億 投保金3.7萬 我目標的涵概率能夠更廣一點 所以你那個補助這個項目 他的比雷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是不是可以滿足或者提高這個農民的投保率 投保議員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那個保會的補助補助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看不同的產品跟那個地方政府的協助 像我們在屏東 我們的那個香蕉 或是其他的水產保險 屏東縣政府護三分之一 我們三分之一 所以農民只出三分之一 像那個部分就有比較大的誘因 地方政府有出的哪些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農業保險比較難推動的原因是在於 他是一個有備農委會其他的所有的項目裡面 大部分都補助 這個是農民自己要掏藥包出來的 我知道 越掏藥包其實對農民的保障是越好的 有一定的這個支付額嘛 對 所以這個部分齁 要透過一些的宣導 那才會逐漸的加入 像去年即使 比較封條與順 是 花蓮也有很多的水稻的農民 我希望說投保率能夠足夠增加 那農委會編列預算能夠也要足夠增加 是我們也希望趕快可以到20% 好 那隨成養殖優惠電價 你們有沒有這個方案 有啊 現在 執行的狀況怎麼樣 它的方案我想委員大概也知道 而且也是感謝委員的極力爭取 我們已經送到行政院這一邊 那它基本上就是 基本電費齁 都是算一個 行政院支持嗎 就137塊 就是 行政院支不支持 行政院當然支持啊 這是院長極力要求我們 當時也在上路啦 行政院核定就上路了 我們會盡快跟行政院這邊來回報 我還能夠 你如果確定一個方向 或是一個實證 我還能夠回去宣佈 我們盡快 盡快應該就是在 在 這個月 我們會跟行政院這邊 這個月就會上路 還是這個月就會通過這方案 我們期待 我們會跟行政院這邊來盡快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這個方案這個月最快 這個月就會上路 政策確定有 我們期待 另外這個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也有擴充嘛 那從95年到現在 有一百多家的業者 投資一百多億嘛 那我一直強調 除了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也希望有一個漁業生物園區 這部分 不僅能夠帶動漁業生物科技 也能夠提供救援機會 這個部分 我們都有討論 我是不是請署長 跟平衡生物園區 洪主任這邊來回應 好 謝謝委員關心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當初 希望針對星達港 它周邊整個 包括漁港 相關的產業 是配到比較完整 但是我們線看之後發現說 那個地方如果要用產業型的園區 比較不適合 所以用研發型園區比較適合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跟會裡面的 另外還有一個三中心在那邊 對對對 可以整體搭配起來 是 你們有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 你能夠成立一個籌備處 漁業生物研究中心 的籌備處 有籌備處代表說 我有編制能力 我有編的預算 這代表我政府 是很正視這個政策 謝謝主委 可以嗎 應該是說 我們趕快成立這個規劃小組來進行 那其實 籌備處會跟原來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它現在也是一個 籌備單位會有點搞混 我們到時候可能要跟委員 也跟行政員這邊報告 到底這一個部分 是要安得在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 一個分支 還是獨立的 三個月之內把這個釐清一下 好 最後一個小問題 也不是小問題 這也是大問題 這個水產加工冷鏈物流中心的計畫 這個部分 有很久沒有 你們有四年行動方案 為未來投入1,110億 冷鏈 那是所有農業的 那農業的部分 魚業的部分 20億 那你們在哪邊要設立 這個水產加工冷鏈物流中心 目前初步規劃 大概在高雄 還有台南 東部也會有 在我的選區對不對 對像 原來我們也 評估說不一定是一個大的 像永安 他們現在有 怎麼樣去強化讓它的功能 你們有納入 你們有納入 你們有納入我的選區 那我就覺得很安慰 我的選區就是 指觀 彌陀 永安 新大港去漁會 這四個 我希望在未來你們水產加工冷鏈物流中心的計畫 你20億裡面要包含這四個漁會好不好 我應該不是說 因為你的選區才納入 而是那四個地方本來就是養殖漁業 跟水產非常重要的地點 是啦 我當然知道 又是我的選區 又是重要的這個漁業生產基地 所以也是這個養殖漁業的重鎮 所以當然 多種因素組合起來 非見不可 是 非盖不可 時間到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邱智瑋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中嘉賓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經常首長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媒體自己女士先生 那麼有請陳主委 還有企劃處的蔡處長 以及農經局的理局長 來請三位 委員好 主委好 處長好 還有局長好 主委 其實這個題目呢 我已經問過了經管會 財政部 勞動部 和經濟部 好 接下來你是主角了 最後要問你 來 農民年金以地養老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看到老農津貼 從2014年 要支付553億 69萬人領取 到現在已經降到了 只剩63萬人 但是 預算的呢 佔用527億 你農委會一定要變這麼多 對吧 沒錯 好 那我們好看 其實我看到你在去年的時候 我很興奮 你說未來 根據我們蔡總統的要求 農民未來可自行選擇 每個月提波1到6%的比例 政府也會提波相對金額 舉例來講 如果這樣未來實施的話 農民政府一起來存老本 40歲起從農 提波6% 每個月要提1200 政府也提1200 那以後呢 65歲以後每個月 10個月可以領 1萬塊到1萬1千塊 加上老農金 那條剩的話 1個月1萬8塊 你覺得有夠嗎 這個數字大概目前 農民就怎麼樣 農民退休制度大概是 我去問了農民 他們說1萬5就不錯了 聽說1萬8很開心 真的 好 他們聽說1萬8很開心 好 那到底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農保的被保險人數的平均年齡 在1989年的時候 30年前 一共有134萬 平均年齡55萬 經過55歲 經過30年變成之後 平均年齡上升到67歲 而人數升到113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會造成什麼結果 國民年金的 農民年金的收支 很初期呢 是65萬的老農民 加上48萬的未滿65歲的農民 一般是要開始領了 等到30年後 還是一樣 假設繳費的人 一樣是48萬的農民 沒有變 會變得比較少人領 36萬 怎麼時間 好 OK好 往下看 這造成這個情況呢 初期農民退休基金呢 路不呼出 因為老的人不太多 領的人太多 到後期呢 可能會慢慢的可以回收回來 是不是這樣 那你是學農經的嘛 齁 這個時候我們的國民年金 這樣 起初不夠 後面有春 你要怎麼調節 這個可不可以等一下 我這邊的簡報 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稍微要給同仁看 時間可不可以暫停一下 讓他們修理一下 沒關係我們看 沒關係 這個 所以 這個 按照委員這個 分析呢 這個長期的 這個趨勢是沒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全台灣最大的地主 包租婆是誰 呃 台唐 台唐 你看我找 經濟部長也答對了 台唐的資產 有1.2兆5萬公頃 租金收入呢 只有26億 營收的10% 但是用了多少土地 用了它最大宗的 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有一個跟他 台唐的營業收入 你看看喔 油品 密林 其實糖業佔17%而已啦 絕大部分是來流通的銷售業 真正用在農業的 大概只佔了它的33% 欸 這樣一直沒辦法說 一直在跳電 OK 好 好 所以台唐呢 是這樣的情況 台唐它基本上 它提供了很大部分的土地做農業 當然收益呢 都不是從農業來的 同樣一個跟你們很像 農業金庫啦 農業金庫喔 它有將近六千七千億的存款 是農漁會的轉存 一年要支給農漁會 六十四億元啦 不借嘛 啊 你知道嗎 這個六十四億元農業金庫怎麼賺回來 他怎麼賺到這六十四億的錢來 付給農民 農漁民 你知道嗎 我直接說啦 我看你了 不然我們怎麼回答 我直接說啦 他其實呢 48%用在投資啦 40%用在放款 他的投資的利息收入 就收入了48億 其他的放款收益呢 是43億 加起來就已經91億了 農業金庫一年 農業貸款以外的投資收益 可以收到91億 但是農業的貸款只用了168億 利息收入只有3億 剛剛講到 他有64億的利息支出 要付出對不對 差額的64 61億 他賺了91億啦 所以呢他農業金庫 大概可以給你存喔 30億啦 農業金庫局長是不是這樣 是 是沒錯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很奇怪 台糖的地 大部分做農業使用 可是他的收益呢 來源不是農業 農業金庫的錢 大部分的那是農民 但是呢 他運用政策需要 對農民的放款利息要低 對農民的存款呢 利息要高 所以他只要把大部分的錢 拿去做非農業的投資運用 真正農業 用於農業只有2%而已 所以呢 兩個都有點不務正業 那我現在建議 讓他們兩家聯姻來看一下 我舉個例子齁 有沒有聽過以防養老 有 老老婆啊 他沒有小孩嘛 他把他的房子設定抵押30年 1800萬 一個月可以拿回3萬5 直到終老 算是他把家裡 鎚子給他穿 穿了 穿到老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呢 用椅地養老呢 過去有一個騙局版 他在國民政府 我畫面一部 就是戰士受田證 你跟著國民政府 來到台灣的這些軍人 你給你一張戰士受田證 取代你的退伍金 結果有沒有 沒有啦 好 但是我來先講一下 我們有一個小資版的農民 魯歌公 外農地 設定地上權20年 給農業金庫 農業金庫呢 支付退休金給老農民 他這個農地沒有抵押喔 還是一樣可以給自己子女繼承喔 現在老農民呢 他的地 怕他在街上 都沒有做農業 不如讓他這樣 怕他都給他金庫 農業金庫 把這批地呢 轉租給台唐 台唐包租貸管 租訂契約給無地的農民 你很知道 現在青農要的農地不多 大部分也沒辦法 從台唐的大眾農地取用 但是如果把老農民 他手上的地 零碎的農地 用這個方式 包租貸管 台唐的資產管理 可以來協助這些青農呢 租到小面積的農地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往下看 委員這個非常有創意 但執行的時候 或許可以不用經過台唐 由我們自己來執行 因為台唐 好可惜喔 你講這個 我說台唐撥給你好不好 當然好啊 如果農地願意給農委會負責的話 如果台唐撥給你 他幫你做包租貸管 那是不是很好 台唐的地 抵押給你們農業金庫 如果改變既有的制度 那當然就很好 因為我們現在 台唐不是歸屬在農委會 所以無法 所以你也支持台唐給農委會 來幫忙實現 用農業金庫的資金 跟台唐的農地做擔保 幫助老農民以地養老 你覺得這樣好嗎 這個方向很好啊 很有創意 好 那我就看上 現在情況是這樣 現在的農民 農民年金拿得少 農業金庫把錢拿出來 因為有台唐的土地做擔保 然後呢 台唐土地擔保之後 我們農業金庫 把錢給農民做養老 能到往後 農民 農民年金比較多的 水位比較高的時候 再把30年後 把這個錢還給 台唐拿回來還 這就是資金的調度啦 所以我說 準備做個小結 所以我的訴求 第二趴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問了 所以呢 請你共同延期 以地養老 用農民的存續 共同照顧農民的退休 可以嗎 這個方向非常具有創意 我們很樂意來跟 這幾個部會 共同來合作 尤其是台唐的這個部分 我問過部長了啦 省部長說 聽行政院的指示啦 我問過金管會說 農業金庫可不可以做的事情 他說農委會說 可以就可以啦 那個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金管局的局長 找個事情我們再來研究 可以嗎 當然沒問題 我會請那個李局長去跟委員 拜會 直接把這個大方向 看怎麼具體可以來 演理出來 額外創造一個 我們農民可以有的相關的 退休的這個保障 好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中嘉賓委員 下一位郭國文 郭國文 郭國文委員不在 我們請邱成遠委員發言 好主席 有請那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主委你好 委員好 辛苦了 騎了整齊去 那個主委 今天我們想跟你討論 關於國土規劃 跟農地保全的這個問題 我知道說這個其實跨部位 但是有一部分跟農委會 還是有相當的角色 所以我們還是跟你討論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在國土計畫法 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們在院會的時候 其實有表決 那其實在野黨 有希望就是說 行政院版的部分 可以先退回 所以在行政院的 國土計畫法的 這一次的修法 在第15條 第三項 要新增第四款 經行政院 經行政院核定的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被認為 被普遍的民間 還有在野黨認為 就是說為財團 大開個案的 變更的後門 這個部分 其實造成很大 社會的這個 爭議 那民進黨的 黨團的版本 後來決定 開放綠能 文化 農業 三類型的 國家重大建設 那 第一個問題 想請問主委 你主管農業 到底會有什麼 農業的國家 重大建設計畫 要急著 現在提出 而是一定要走 個案變更的途徑 修改連第一版 都還沒有做出來的 國土計畫 其實跟委員報告 如果直接針對這個部分 去回答 反而會失去原來 國土計畫通過 那時候的精神 跟目標 我們要說為什麼 那麼多人支持 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 它重點還是要在於 把整個全國的國土 尤其是像 最重要的農業發展區 城鄉發展區 跟國土保育區等 具體的可以畫出來 該保護的 要保護 那你不會有影響 要開花當然就可以開花 所以 對 但是這個4月30號 還沒有到期 那其實這次新的 變更的部分 就是精神真正的 合定的國家 重大建設計畫 這部分就是 授權太大了 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是因為按照 如果再沒有修法前 按照國土計畫法的 相關規定 今年4月底 各縣市要抱回 我剛剛講的 四大功能區的畫設 我們現在可以問 23個縣市裡面的 農業發展區 因為跟農委會比較有關 就農業發展區 跟國土保育區 他們怎麼畫 可不可以畫得出來 我們農委會這邊態度 今天在業務報告裡面 非常的堅定的 要守護74萬到81萬 因為這是考慮到 國家糧食安全 跟永續發展 因此 74萬到81萬 分配到各縣市的時候 絕對是要依照現在的 所有的農地的生產狀況 具體去馬國要出來 好 我擔心有些縣市 把不好的 畫到農業發展區 沒有錯 其實這個還要去做更多的討論 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4月底 如果 畫不出來的話 那是不是再往後延長 沒有錯 但是他現在修訂的是一定期限 沒有關係 這個我了解你的態度 但是 我直接回答農業的重大建設裡面 其實 我們就整個現在的農業發展裡面 我們是最不具對所謂的環境污染的 因為我們農業 不管是在溫室氣體 在大部分的生態環境 都是正面貢獻的 但是你也同意就是說 在這個防疫期間 其實國土計畫的變更 它是需要一個高度的全民共識 那其實 針對綠能 文化 農業三個類型 其實我們還要做更多的討論 那沒關係 針對這個議題我想 主委也有回答到 那大概在2月26 其實有環保團體 跟我們四位 這跨黨派的立委 其實針對這個國土計畫法的 也召開一個聯合記者會 那當時內政部的次長 花次長有說 要修法加上 國家重大建設的計畫 是因為大南方 大發展的計畫用地需要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有列出幾個重點 那其實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今年初剛選舉完的時候 1月13號 張景深政委 其實就有 針對這個部分 在行政院召開這個會議 那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將沿你台灣南部的國土區域發展特別條例 第二就是說 依據規劃八九千億大傻幣 大放送左水溪以南的這個建設 那第三就是準備實現大總統 在選前的大南方大發展的這個選舉政見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請教主委 這個會議你當時有沒有參加 還是農委會有沒有派代表參加 整個包括淡蘭環跟大發展的相關的這個計畫 但是所謂的八千九億元的大傻幣 我想這是不死的這個指控跟說明 我要跟委員特別報告 我想委員你應該也同意 台灣是不是充滿了很大的沉香差距 喔 今天是我在跟你質詢 立體沉香差距 喔 不好意思 我不要這樣 對對對 要把沉香差距裡面 尤其有這些農村 真的是 我舉例好了 為什麼要讓所有的畜牧的生產 集中在屏東雲林彰化 然後要大老遠的送到台北 來屠宰拍賣 反而 沒關係啦 我想你表達我們都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 想要給你了解 在這個大南方大發展的計畫 有多少的用地需求是需要變更農地的 這個部分你有比較具體的受理 這個部分還不夠牽涉到用地的部分 但就農業部門而言 其實我們相關的農地上的容許 本來就可以使用 我具體舉例來講 我們現在就是要在整個中南部地區 發展整個物流跟冷鏈 還有初級加工 因為初級加工今年歸農委會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本來就可以在農地上 都不用變更 他在農地就被使用了 對 好 感謝 再下一頁 那這個部分還有一個就是想跟你請教 就是說 關於台唐提出農糧產業經營結合綠能 設施專案計畫 要將屏東萬南鄉的新市農場 從林業變更成農業加綠能 引起很大的爭議 那本案土地 屏東縣的國土計畫草案 將戰列為農業發展區的第二類 那想請教一下主委 在農委會有沒有在規劃的過程中 跟各地方的政府充分的討論 那這些農地的分類和使用計畫 農業發展區的第二類是否有做 有適合做農地種電 是否必須變更使用 我跟委員報告 非常感謝您 願意提出這個議題 我今天在整個專案報告有特別的說明 我們大概 就是整個國家的能源轉席裡面的綠能 農委會全力去支持跟發展 但前提是不能影響到農民的權益跟農業的生產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地面 我們屋頂型的蓄產 蓄勢社 那個部分不會有爭議 我們現在有一個基金畫 未來可以到三個基金畫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在地面上的這些所有的太陽能板 我們優先發展餘電共生 餘電共生裡面又不能有生態 跟所謂的養殖業跟地主不一的 這些問題我都排除 這個大概可以貢獻3.8個基金畫 至於你提到的農地 農電共生的部分 只要在平地造林裡面 它已經具有生態環境成林的這些效果 我們還是會優先保護 如果會影響到農業生產 我具體舉例來講 很多的媒體報導 其實都只是在規劃 還沒有進入所謂的審查過程 像那個毛豆 我們怎麼可能讓 一個完整的毛豆生產專區 放一個太陽能板 的這個建設 所以這個部分影響農業生產 農委會也不會同意 但是農委會這一邊 是有辦法提供那些不會受影響的 大概有10個GIGA1 來盡速的辦理綠電 好感謝主委的回覆 那其實我們在立場上 並沒有反對這個綠電或農業的共生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 還是要有清楚的區位規劃 那還有一點點時間 最後跟陳主委請教一個問題 上個月20號其實我們各委員的辦公室 都有收到一個火大米 這是彰化農地違章工廠火災後 周遭農地所產的有污染疑慮的稻米 那這一包米我們看到了其實民眾 對食品安全還有這個相關的健康 還有消防員的生命安全的重視 那去年6月27號 執政黨說修法有急迫性 就是我們這個工廠輔導管理法的部分 才在臨時會中強行通過刪讀 有爭議的公府法修正案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這個請教主委就是說 經濟部有沒有跟農委會討論過 這個要何時實施 你們有沒有要求經濟部快一點 因為其實已經9個月了 我想大概3月底完之後 應該下個月就開始正式的實施工廠輔導管理法 工廠輔導管理法 其實坦白講對農業部門 或許外界會扭曲好像是退步 其實是第一個 有史以來在法規裡面宣布 2016520之後在農地上蓋的工廠 主管機關就是經濟部 全部要去斷水斷電 農委會已經盤點 所有這一些在2016520之後的 這些違規工廠樣態 如果這個做了 將來農地都不用擔心 誰要去蓋這個工廠 因為按照工廠輔導管理法裡面 就是要去斷水斷電 對 不用擔心地方政府 不編預算 不去採除 所以這個部分 可以把農地 受工廠 新建的這個把指住了 這最大的一個重點 第二個 院長要求所有 農地1.3萬公頃上面的違規工廠 尤其是重大污染的 影響食安的 要優先搬離 我們已經在盤點 跟環保署經濟部盤點清單 這個才是具體 維護食品安全 所以其實外界說認為工廠輔導管理法 是在對所謂的工廠 開一個所謂的 合法的這樣的一個管道 或者是所謂的全面開廠 就完全誤解 我們對農地的這個保護 所以委員你可以看 三月以後 我們怎麼來執行這個 好 我們期待 我想這個還是要跟經濟部跨部會合作 那最後做一個小結論就好 其實我們的態度是 其實很多未登記的工廠 都是台灣產業的隱形冠軍 大部分也都是中小企業 我們提出這樣的論點 是希望就是說農友跟經濟部 可以再加強這方面的 政策上的落實 不要被他們 其實他們也是需要輔導 那 不需要就是說被汙名化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 來輔導我們這些中小企業 跟我們這些隱形冠軍 那希望就是說 陳如主委所說 三月以後 我們 具體的把這個政策去執行 去落實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邱承遠委員 好 我們下一位請廖婉如委員 廖婉如要等一下喔 他不在插那個白眼台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請現在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好 謝謝主席 我請現在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第一點非常嚴重的問題是 洋蔥種 我們的長逃季 臺灣 這個農委會 能不能解決啊 謝謝委員 把具體的問題還印出來 我也知道您 上禮拜五 那我全部先講好了 第一個洋蔥種子的問題 現在前到106年開始 107年 108年 現在氣候變遷嘛 都是軟冬 所以呢 洋蔥這幾年 種子 說真的收成都非常的差 那今年呢 又特別嚴重 因為過年農林年前呢 連著下了幾天雨 哇 變成炭居病又出現了 所以呢 今天本來在期待的 現在那個洋蔥 收成的非常差 大概平均四成而已啦 所以他們有幾點建議 第一點就是洋蔥種子 來源啊 每次都靠 靠貿易商 每次呢 有長期的餓 不管他們怎麼種 怎麼七公六個七公八的 怎麼種都是有問題啦 那能不能找到 適合台灣種植的洋蔥品種 我想 針對這個問題 我曾經到大陸山東那裡 看他們的洋蔥喔 去看他們的實驗室 然後也拿了一些品種 能不能找到適合 因為他們種植洋蔥的面積 非常大 但是畢竟跟台灣不一樣 他們什麼全日照 半日照 長日照 短日照的一大堆品種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農委會 有沒有辦法 為現在 以前都橫豎半島種洋蔥 現在連彰化雲林都在種洋蔥 有沒有找到 能不能找到 協助找到 適合台灣種的品種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麼樣的欠收啦 農民在祈求一個 除了說天然在補助之外 現在已經核定了說可以補助 但是呢 大家說太少啦 一家東才三萬六嘛 能不能提高 剛剛呢 我的那個提案當中也提出來 拜託委員的提案 也提出來了 當然一個月內研議一下 我希望說現在你看 你今天的報告當中也講嘛 對不對 那個肥料也漲價 農藥也漲價 人工也漲價 是不是 而且我也覺得很奇怪 洋蔥為什麼 比照什麼 那個什麼 韭菜啦 還有一些什麼 那個 你應該把它放在青蔥那裡啊 怎麼又放在跟韭菜啦 還有葉菜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你看洋蔥的種植時間蠻長的 從前一年十一十二月 要跨到三四月 大概將近五個月到六個月的收成喔 所以你比照那些蔬菜的方式好像不太對 能不能第一類的蔬菜 比照我要求的 比照食用番茄彩色甜椒跟青蔥 跟薑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天然災害補助才比較合理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 在這麼艱苦連續三年的這個災害當中 能不能讓他們得到 一個叫做農家綜合貸款 當然貸款還是有利息啦 能不能補貼一點利息 我要求是補貼一點利息 為什麼呢 現在農民反應也很慘 為什麼 收成連這三年收成不好之外 要跟農會貸款還要什麼 那個存款證明啦 還要什麼一大堆條件的要求 他們就在罵說我們做了一輩子啦 結果青農要補 要貸款是沒有什麼條件喔 但是呢 真正年年虧損的農民 要做一個農民 農會的四十萬貸款 三十萬貸款 還要提出證明 這個能不能解決 第三點就是 所有的補助當中 你知道現在農民農地來講 很多是做的啦 百餐地來種的� 結果現在天然在補助的是 補助地主 最後呢 憲根者也沒有辦法補助 這個能不能突破 還有呢 過來就是做物保險 然後後來提到每一年年年讓農委會 那個補助也很麻煩啦 所以要求做一些 把洋蔥的那個 育種也好 育苗也好 還有那做物縮成也好 納入保險 這個剛剛主委你這邊也說 可以言語來討論 當然是保險公司要保 像這幾點來講 我希望說農委會 有沒有可以作為的地方 很感謝委員提供這麼具體的 這些問題跟建議 我就一個一個來回應 從我們的洋蔥的這個 這個整個的品種到種苗 這個部分的相關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進口啦 那進口進來還要再做 做所謂的這個種苗栽培的部分 我們改良廠 高雄改良廠跟我們的那個種苗廠 會全力的來協助這一些 因為比如說老虎 就中培 這個部分我們會 就是我們農委會那個產業單 我是覺得改良廠真的用一點心 這是我們的責任 除了這個種苗之外 還有呢 現在很多菌喔 太多菌了 七七塊的冰水泰 也協助一下 因為真的農業 受到這種天然環境的改變 因素太大 以前有的噴農油噴一刀 像我們的紅豆噴漆 噴漆要噴一刀 現在噴五刀 原來主委嚇到恐怖是啥呢 以前我們小時候 一瓣的蔥子才九百塊 現在一瓣多少 你知道嗎 是啦 所以委員我說 所以你剛剛的建議 我們完全同意 比如天然現金菜救助理 裡面 現在三萬六心要檢討 他的身份多少 是不是要放到那個 讓我們回來 研議好不好 我們 其實都會具體的反應 實際的狀況 那再來你就講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 是白天在做的 不是帝主嘛 那不能傳鳥來證明就好 沒有 應該是這樣 我們今天的通告 因為剛才那個 首進卿委員也反應 我們今天的法公文 只要一塊地 不要重複領取 你看是實際工作者 還是帝主來定義 我們就可以允許 選別機啦 挖譜機啦 都是你們鋪住的 還有自動化的採收機 現在不用客國軍 這都是專部 現在齁 採收機來講 平常講 有時候一整天 能夠做幾分台 現在農民發一張 要做的時候 一台機器五百萬 你也不可能大家 都沒辦法自己揹台 現在他們選別機了 盡量階段性的自動化 15公斤一台 所以現在還是要國防部 來注射 我知道 但是我們會盡量自動化 15公斤一台 消費者沒人買那麼多 我們現在選別機兩顆 直接賣到全聯或佳樂湖 這個反而是 現在都小家庭 這個方法很好 你去問恆春半島 那五六個鄉鎮的農會 他們組成一家公司 叫農和 我們現在把市場價格 穩定在一百九十塊 給小伙伴 現在 委員會都人家 不知道要怎麼問 沒有啦 保險可以考慮吧 保險可以啦 保險我們 那個農金局局長答應 農改廠那個改良 不然是土壤那個改良 而且我們都會去辦座談 無錫貸款盡量協助 三十萬四十萬 貸款沒問題 而且可以放到 這一次的五萬會員相關的時間 另外農娘署 我剛剛有請教了 署長那邊 因為恆春地區 有一期到座 二期到座跟你做的時間 剛好洋蔥跨越了 如果種水稻 可以預防他的腐根病 或者是炭菌病的話 能不能 水稻種植水稻 或淹水的方式 跟種水稻不是很價值嗎 底肝軟性調整 不是 外公啊 種水稻當作那個 修根的方式來補助 可不可以啊 也嚴理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廖婉如委員 來 我們下一位請 陳素月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陳主委 來 請農委會陳主委 各位好 主委好 我們在彰化我的選區 很多農民都一直在關心肥料的問題 本席从2月底就接到我们地方的乡民代表 就跟我反映 说自现在正值春耕的时候 可是农民买不到肥料缺货 那在当下我也马上有找这个农粮署来处理 那农粮署这边初步跟我回应 也是说我们的这个产量 这个是供应无余 请这个农民不用担心 那我也是照这样跟基层的乡亲回应 可是到3月9号有议员也反映了 甚至一直到上个礼拜五 3月13号了 我们地方的这个农民还有代表 仍然反映说真的就是买不到肥料 甚至这个经销商 这个农药肥料行 就是真的没有肥料 那真的就是好像讯息有落差 我们农粮署说不用担心 可是地方就是真的买不到 那我们也看到在3月11号 这个新闻媒体有报导 这个万丹农会有涌现这个抢购的人潮 就是抢购肥料的这个人潮 所以就是说在基层 真的农民就是有这个缺肥料的这种现象存在 那本期也去先请教这个主委 那就是说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主委您的了解是问题出在哪里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因为外面在传说 武汉会员造成我们很多汇料的一个进口 从中国那边过来 没办法进来 其实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讯息 以台回公司来讲 它的进口原料 因为我们的汇料的原料都是进口 不到从中国来的不到1% 所以根本没有受到这个疫情这样的一个影响 而汇料供应不足 反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恐慌心态 造成了大家去抢汇料 否则今年台回已经供应的同期的汇料 比去年15万公顿到19万公顿 增加3、4万公顿了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讯息错误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像比如说你刚刚讲万丹农会 其实在上上礼拜六 那我们就直接请台回公司 打给万丹农会张总看事 我说只要他那一边农民登记 那需要多少 我们就配多少 所以我们这次开始 农粮署跟台回公司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做事 他做啥 后来买 后来买多少费料 我们用预购制度 他去农会登记 我需要 比如说最主要是复合委料 1号、5号跟43号 他就去登记大概要多少 台回公司跟农粮署绝对是可以 完整的配送 不要大家现在去抢肥料 这样去抢 其实肥料不顿 就是说目前基层 发生这种肥料 就是缺货的问题 就是因为假讯息 就是谣传说 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 那原料来自中国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澄清的说法 在本习反映的这个地方 有缺肥料的这种现象的时候 我也在替你们农委会宣传 可是到上个礼拜 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其实你知道吗 在彰化我不要讲哪一个乡镇 他一天提领的肥料是一年的需求量 是那你们要去了解到底 所以很明显的 你看嘛 你从一年要挨的肥料 你现在都搽搽搽 你四五个肥料 逼电器你就没得到 所以我们还是说 这个部分 肥料没有办法像其他的 是可以囤积的 所以我们才会从这个礼拜开始 才预过制度 对 那我们知道说 会发生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农民的恐慌心理 造成的嘛 一种预期心理 那也是因为假讯息造成的嘛 那本习请教主委 因为我们针对 比如说扰乱这个农产品 预销这个市场 包括农产品交易 或者是这个损害农民收益 这个都有这个罚者可以处罚 那目前我们这个散播肥料的假讯息 有什么法令可以处罚 因为那个农产品市场 交易法是跟粮食管理法 都是针对农产品 它这个是生产资产 那我们过去会看 跟华部那边看看 有没有用其他的假讯息 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来处理 是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刚刚 陈鲁刚刚主委有提到的嘛 我们台肥所生产的这个肥料的数量 就这个一起到做所需要的肥料来说 今年甚至成长了21.2%嘛 所以真的就是说 在你们的数据来看 产量就是真的没有问题 就是要供应这个产量是没有问题 可是在基层就是确实就是有那种 缺货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这个假讯息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这个问题去解决 不然的话 一直你们再提供再多的产量 也是没有用啊 是不是 完全同意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假讯息的 这一个影响的这个部分先解决 那实际的回料的这一个 我们的整个配送呢 就会依照这一个所谓的预购的这一个方式来办理 好那我也看到一则报导 就是说 我们台肥这个营业处有说明说 肥料实名制十六是上路 预购登记七天内保证供货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真的能做到实名制吗 那不是所谓的实名制啦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预购制 你后面要用什么 这次先去浪货电器 我们就可以配送 因为台肥这天 定期会不会有发生重复登记的状况 这个你们可能也没办法去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有农情系统 农情系统里面搭配我们的 农民福利的这些农保资料 都知道说 再加上农会会跟农民讲 你在这里 比如说以彰化来讲 如果你说大春香 他种很多配料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要领什么配料 其实也差不多都知道 所以透过这个预购制度 我们不用像所谓的口罩的实名制要拿健保 我们不用 我们本来就是有一个毁料的这一个整个的那个登记的这个系统 再搭配这一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大家要买几包 你如果超过买几六倍 当然我们会道德劝收 不会让他领那么多 是因为看到这个实名制 我也在怀疑说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吗 因为这样子反而又会造成那个经销商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我们在推这个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那本席在地方遇到的状况就是 很多农民要去加保 然后就会被要求要回溯 去审查他原有的资料 结果就是会造成他们的农保会丧失这个资格 所以本来我们农委会的一个美意 却造成农民的一个困扰 所以这部分 本席也一再跟农委会反映 那包括去年 主委到这个农会座谈会的时候 很多农会的代表也有提到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是不是请主委能够 就是说请那个主管的单位 能够确实去辅导一下 没问题 我们也请辅导处再次话 跟我们再次这里跟委员报告 也郑重宣布 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农民要加入 其实他原来就已经有农保的资料的 都不用再去额外的提供 只要提供一个申请单 这个申请单是加入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签完民就完成了 那我们会正式再次公文要求 所有的农会 依照这个方式来办理 那不要说 我还在跟你拿以前的资料来确认 我想这个可能会造成农民 反而退步 我们是希望农民会这边 会再一张明确的公文 然后通知所有的农会 能够有一致的一个程序这样子 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我很建议 好 谢谢陈苏岳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林文锐委员 谢谢 来 请陈主委 来 委员你好 你好 我也会丢 我也叫会长 你是非常重要我们全国水利会的总会长 又是云里农田水利会会长 谢谢 今天辛苦大家辛苦 第一次来经济委员的报告 所以今天好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没有 大家有很多指教 是是 我是因为很多中方的我都没说了 我现在最漂亮的是说 我们这个义胜法 第23条 6、7条、6、8条 这个当时的规定 跟我们这个条文的立法的目的 应该一个主委 有相当的一个清策 因为我们 紓困振兴条例第11条规定 就是特别义胜 不去收到义胜 第23条 义胜法第23条 62条到63条的判施 就是说 经济问啦 科目 在这里是说 基冠变的中间 都可以无收判施 何项的流用义胜 我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义胜在科目基冠 之间的流用 当然是为了 行政基冠在义胜进行当中 可以有更多的弹性 不过一旦流出的亚兜 弹性过多了 容易申请到 忽乱和弊断的申请 所以 要递输到 我们日本的心者 也会论行政 而是一个效应的感觉 所以 当然本身也知道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 我们特别预算 有它的必要性 和吉佩性 我们農委会 也因为这厨 变35.500左右 是 的特别预算 虽然说 有很多科目 跟公务本身的医生 和基金的医生 多少 都有中博 但是 事情 都是用在 我们農民的心情 在现行的 紓困团理的 整个医生 我们 農委会 特别预算 我们敢不去留用到 到 到 其他基关 很感谢委员 关心 我跟委员報告 我怕 35 不减57 又不够 我早起分寝 我最后分寝就是 委员的故障 那段是 他在内 其實他现在 餐廳 生理减少 所以对 素材 的需求减少 就要快来处理 所以我现在 農民市有了 十几億就是要 尖堆所有農民 尖堂是 所有材材 還有水 還有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们 35.57 是 特別医生 但是 行政 当初 通過 是54億 所以我们有 18億 是要透過 其他基金的方式 来处理 所以 記住 特別医生 我没有说到 休闲農場 的部分 這個部分 就是用其他的 醫生 這邊 來做 所以我們 如果委員報告 我們是怕不夠而已 不會 流氧告白的 機關去 好 那我們農委會 裡面的 價位可不可以 有可能 大幅度的 流氧嗎 這個部分 可能 未來的部分 我們最重要 沒有 但是有時 現在就不知道 這個 疫情到時候 到年 就很麻煩 你如果說到五月 六月 可能在部分 我們就是不在 不同的科目 裡面流氧 但是 現在 有時 每一種 產品 的處理方式 就不一樣 像素材 你現在也沒有處理 它的斷子 一個月就結束了 它就損失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獎主 農民宿的 十幾個 我們就先行 但是你說 中花灰好了 這樣灰 那都要外銷的 那可能是幾年生的 所以一年 一年的時候 哇 那部分的未來 不一定會更多錢 所以 反正是科目 不會流氧 但是後面 當然 看到有一個 比較沒影響的 我們就挑戰 讓更大的 來生責 好 所以 為了 這個問題 有怕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立萬議 有相對 這個狀況 有通過一個 關鍵 我們要求 就是說 我們 機關的 中間的 流氧 超過五千萬 就要送 立萬議的比詐 這是 當時有一個 關鍵 所以 同樣的狀況 這個 本席是要請主委 我們在這邊 先祝說 如果 未來 我們真的 發生到 不可以前的總統 像剛才你說的 有需要 流氧的會 我們 農議會 必須在 我們 未來的 價位科目 中間的流氧 只要超過10% 也請我們 農議會 拿出所謂報告 並 副理由 流氧的必要性 和他影響的評估 送我們 我們經濟委員會 阿平 本席 一份 好嗎 其實如果委員報告 就是說 沒有這個特別 醫生和特別條例的時候 其實 機關裡面 自己就可以 流氧 這是 雙東 先不然有這個規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是 按照規定來做 只是說 在尖對 這個 疫情對 我們整個農業部門 應用的時候 方法讓我們可以 整個條件 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 會大部分 尊照整個 相關的規定 來辦理 所以 這個委員 買比較少的資料 我也是 很願意隨時提供 給委員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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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林文睿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鄭天才委員發言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主任委員 來 請陳主委 謝謝 各位委員 好 主委好 這個 在上一屆 事實上是去年了 去年特別 這個提到 有關 這個農民 不如這個軍工叫緊銷勞工 都有退休金 農民就是沒有退休金 所以當初 這個主委也特別提到 在去年的時候 也特別 答覆我說 這個 你們已經在規劃了 甚至草案 也都有了 這個農民退休法的這個草案 你們也在 地方辦了 180幾場的 這個說明會 來聽起我們農民的意見 這個請主委 現在這個草案 完成了嗎 我們應該大部分都完成 那只是一些相關的 法規跟程序作業 我們會儘快儘快 可能是在下禮拜 或下下禮拜 送行政院 那行政院就會進行 相關的法制作業 我們希望在這個會期 儘快送到立法院 好 這個部分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也是我們 很多立委 而我在去年也 特別質詢了 你也這個 特別做了一個 詳細的說明 也做了一個承諾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的這一個支持 好 這個接下來 森林法第15條 我上次也有提到 森林法第15條的最後一項 天然災害發生後 國有林竹木漂流至國有林七一外史 當地政府 系一個月內清理住基完畢 未能於一個月內清理住基完畢者 當地基民得自由檢食清理 上次我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漂流墓 無論是到在河床 或是海岸 海岸 當然你們要留的就是筑記 就是要大的 對不對 筑記就是要大的意思 要留著 這是國家的這個資產 但是小的 你們就是要讓民眾來減食 所以 這個 所以我上次特別提到 像這種大的 大的當然你們要註記 所以不必等到一個月之後 你們直接 如果你們現在就定了一個標準 多大的 你不能減 小的非常小的 等於是讓民眾 協助大家來清理 清理把這個海岸 或是河岸 早一點清理 這個是你們來規劃 好不好 這個其實委員 你質詢 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過去你在經濟委員會 質詢農委會 我們幾乎 包括之前的那個 農保原住民的 相關的條件 我們幾乎都是一樣 一樣的去完成 那這個部分 禮物局已經送到農委會 那現在在法規會作業當中了 好 很好 謝謝 另外就是說這個 野保法 二十一條之一 這個規定的很清楚 那你們也做了一個解釋令 這個 嚴明會跟農委會 也做了解釋令 野保法二十一條之一 不包含非營利之用 經過 一言及法 我一再的要求之後 你們很快的 在一百零六年六月八號 也做了解釋 就是說 非營利之用 一樣可以 一言保法二十一條 這個都在執行 包括到這個 一葉署這邊 一葉法四十四條 的部分 也做了解釋 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 有了這個解釋令 重點是他怎麼出海 主委 尤其是一葉署 主要是一葉署 現在那個農委會 林務局可以請坐 所以陸地的這個沒問題 是指那個 現在是一葉署 他出海 過去的有解釋過 不是移民 不是沒有傳言證 沒有移民證 文化記憶的部分 出海 你們做過解釋了 現在就是 非營利自用的部分 譬如說 現在是非移籍的期間 非移籍的期間 無論是 南宇亞美族 達悟族 或者是 東海岸 東海岸的阿美族 葛馬蘭族 現在是非移籍的期間 他現在從港口移港 移港用他自己的船 第一個他沒有移民證 因為他不是移民 第二個他也沒有傳言證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對於文化記憶的部分 做了解釋 就是對於這個非營利自用的部分 既然 這個你們已經做了 二十一條之一 非營利自用可以 一葉法四十四條 你們也做了解釋 非常好 現在就最後一個關卡 是不是也要做解釋 委員我跟您報告 因為 原民法十九條裡面 目前 原住民針對傳統文化記憶 他必須要的捕撈 這個我們已經同意了 他不必具有漁民的資格 也不必 現在是出海 怎麼出海的問題 但是兼於自用這個部分 剛剛委員所提的就是自己用 其實包括漁民他去捕撈做自己用 這個是普遍包括安全性的問題 包括載具的安全 包括他出海的 這個基本上他要有相關的訓練 或者是相關的技術 所以他自用我們還是希望說 他還是要漁民相關的 比如說受過訓練相關的這個部分 如果這個部分他放寬的話 就會有安全性的考慮 這樣解釋不對 那個 文化記憶 這個沒有問題 文化跟記憶都沒問題 對啊 這個沒問題 所以你不要為了安全性 我們自己知道怎麼維護自己的安全 因為如果你講安全性的話 文化記憶他也是沒有移民 所以這是一樣 同一條條文的解釋 同樣是援保法 21條之一的使用 21條之一的援保法 他怎麼樣能夠使用 然後援基法19條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既然不是移民 然後他因為文化記憶 你們都做了解釋 都放寬了 都做了解釋 所以這個部分 一樣可以做解釋 可以嗎 我們是不是再來檢討看看 既然前面的文化跟記憶都已經 對 我們會務實地去檢討 好不好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法律的 議員會質詢的 我們認為只要可行 而且不會造成相關困擾 其實該修改法規 我們都已經在走了 那這個是不是讓我們再來檢討 對 那個 這個 主委 不要擔心我們 我們跟海 就是 海就是我們的冰箱 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 海就是我們的冰箱 拿我們的這些 我們也不會多 我們跟他共生共存 已經幾千年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曾天才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蔡毅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我們是不是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主委好 主委最近很辛苦 因為這個整個疫情 那事實上疫情的衝擊 不只是產業 已經到了所謂的農業 甚至畜牧業 甚至到養殖漁業 都有受到相對應的衝擊 那我知道 事實上匡列的這樣的 剛剛講35億 那對農委會來說 要照顧這些農漁民 讓他們避免損失擴大 這期可能還會不夠 我們希望這個經費 還可以實質上去幫助到農漁民 這部分去做 沒問題吧 是 各位報告 我們除了35.57億是特別預算以外 那行政院總共匡列 針對這一次疫情 對整個農業部門的影響 是54億 所以我們還有18億 會透過基金的方式來辦理 這第一個說明 總統在上禮拜召喚國安會議的時候 那其實因為疫情可能 未來我們所有的應酬 未來還不可測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裡面 如果遺緩季集 甚至要動用到我們相關的基金的部分 我們也會 融過來立即的 只要有農漁民有遭受這樣的一個影響 我們會很快的起動做的措施 那我想要再請教主委是說 事實上我們 從去年 我們先 我先講這個地價的問題 從去年開始 整個非洲豬運 我們防治得這麼好 那我們也拔針成空 那今年大概出口沒問題 如果這樣的話 今天有辦法出口嗎 我們再拼今年 再拼今年 會不會受到這個無安肺炎的影響 其實剛好顛倒 因為對岸的那個豬價長 沒有人要的 不是沒有人要的 豬價去一倍 他去一倍嘛 對 香港的打賣市場 打賣市場 一隻多豬 一公斤240塊 我們現在才60塊 但是主委 現在我要 我比較穩好 就是說 那以現在來說 應該是說 臺灣豬當好 臺灣豬肉都很好吃 那怎麼會介紹 現在看起來 是持續低迷的狀況 有幾個原因 去年 因為大家以為說 我們會受會受出影響 所以進口進口了 8萬多公噸 比去年 比前年更多 但是今年 進口的已經 到今年比同期 減340% 進口減少了 第二個 其實這飼養 大概過 有超過大概4萬頭 甚至後來又發現過種株 那這個我們從去年 11月到現在 都已經有在處理 那 那 委員報告 更重要的是說 其實就是 因為 農民稚比較多 其實過去五年 地價都不錯 所以主委你覺得說 有操氧的狀況 操氧 現在我們今 去牧處跟 中央續產會 啟動 至少要減3% 減3% 我們委員開始減 由總母株 一隻總母株我們補造1千塊 我們的動態調整 總母株補造1千塊 就是那個 牧豬生在那裡 是 因為牧豬都是 屠宰時 走去藏工 不要走去傳統的 這些肉店的 那個 生鮮超市的部分 那時候 價格也會比較有支撐 得太總母株了 我們好像淘汰三萬是 三萬頭 三萬頭的總母株 所以這樣下去後 因為 一個木耳 一個 一個可以 三萬兩水 所以幾個月以後 我想這個價格就會開始回來 所以 其實在上禮拜的時候 每天大概都五千九了 那上禮拜六已經到六千一嘛 已經回到六千 每百公斤 那我們是希望說 讓價格慢慢的持續 我們有一個綠燈區 最好是六十五塊到八十塊啦 每公斤 我們會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好 那這部分再繼續努力 好 那我再問一個 是不是請這個 漁業署這邊 署長也可以 就是 這個問題 我剛在海洋委員會 我有問 就是說 基本上 這幾年 不管是布袋跟東石港 基本上都有持續在清漁 而且我們跟漁業署 大概你們也有協助我們 一些經費 去做清漁的一個經費 但是呢 我們知道說 布袋港跟東石港 他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外山頂州在北邊嘛 然後整個外山頂州是持續難移的 所以大概 我們怎麼清就不會有啦 怎麼清就都沒有辦法解決 整個港口淤積的問題 我覺得 這件事變得 我們持續 這樣 這樣用這些清漁的經費 每年這樣清 都沒有辦法解決事情 所以我具體建議 這個 主委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署長 來我們 那裡看看 如果可以 我們從瘦島 也就是外山頂州的一個南端 瘦島這邊 我都只要用肉掌 肉掌 肉掌 我只要 直接拉出去 拉出去 拉出去後 然後就變成說他在北邊做了一個 一個 一個 藍沙壩 這個藍沙壩 起來之後 不要讓這些沙 持續難移 然後來 保護住 所謂布袋的一個 布袋港 跟這個東石的一個 外海的一個港口 對 這樣有可能 委員 我們是不是說 一兩個禮拜以內 不是 要不然就天壽副主委 跟署長到東石那邊 去現場 來看 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 你怎麼建議的是一個方式 但是 我們到現場看以後 那我們也會請專家一起去 因為這個經費未必是 是農委會要負擔 對 開委會那邊也有可能 開委會這邊 不過我希望是說 你們來現場來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個計畫可行嗎 如果未來我們也要推動 前章二期的一個計畫 可以把它納入 因為我覺得 這幾個我們那邊的漁港 啊 淤沙的問題 它是只會持續下去 所以你沒有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那跟外山頂洲難移的一個狀況 做那個整個起來 因為我也是淤沙啦 我抽也抽賣付 好不好 同意啊 這個委員的建議非常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找個時間到現場去看一下 那我們可能也要找黑委會一起來 好 找黑委會一起來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武立華委員發言 主席好 有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好 主委您好 辛苦了 喔 不會 這一張照片有出現您 您還記得這是哪裡嗎 喔 我當然知道啊 這個是在那個華蓮的那個 林山田的整個林業文化園區裡面 是 喔林田山 對不起 林田山也是導師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裡面 那那個是我們林務局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 在那邊已經有將近快一百年是不是 超過 超過 那這個裡面我們是打算把它整個做整修活化 尤其那個宿舍區裡面 有更多的相關的古蹟在那裡 謝謝您喔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照片裡頭 去年您來到這個地方 小美秦委員呢 也相當關心這裡的發展 可以看到 有過去載運木頭的鐵道 另外呢 也有許多塊木的房舍 那這裡呢 也是有文化資產保護身份的一個林業聚落 那您有承諾說 未來的四年呢 會投入十億來活化這個地方 那去年底呢 在這裡也辦理了一個林業的百年論壇 所以在這裡呢 想要跟我們許多人介紹一下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它過去在一百年前 它是我們賽德克太魯閣族 他們的生活祖居地 那我想這個地方 它在日本人來的時候 1931年 我們看到 它就被化為官有林野 就是國有林地的意思 以及藩人所要地 也就是元寶地的意思 那麼到了戰後 1945年 國民政府接收 那過去在日據時期 它是被租用給一個所謂的 台灣新業諸事會社 所以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接收 那麼就有一個叫台灣職業公司 那它在民國43年的時候 被登記為鳳林鎮的公有土地 那沒有註記為元寶地 當時呢 是被登記主管機關 是我們的農林廳 也就是林物局 那後來到了民國57年 它又被登記為萬榮鄉的公有土地 但是這個時候呢 有被註記回覆它原來查到它的身份 它是元寶地 但是一直到民國85年 我們的地政人員才發現 同樣的林田山林廠 它被重複登記兩次 於是呢 就把後面的這個萬榮鄉的公有元寶土地把它塗銷 也就正式的成為我們林物局的公有土地 那我想呢 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的族人也發現 就開始組自救會 開始抗爭這二三十年的時間 那麼非常的幸運 到了106年 我們有一個總統府的元轉會 就針對族人這樣的一個請願 就展開調查 那感謝元轉會 能夠調閱國家的檔案資料 於是呢 我剛才所花一兩分鐘念的那一段話 就是它過去90年 它的土地流失的一個路徑 那我想這個只是其中一種 台灣原住民土地的流失的類型 其實非常的多元 那我在這裡就是要特別 我看到我們的林物局長也來了 那我想呢 想要特別感謝的就是我們的林物局 其實它過去在元轉會 這樣針對這樣的一個土地真相調查 其實釋出非常多的善意 那其中呢 也提到了要怎麼樣參與共管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特別說明一下 就是第一 認為要恢復元寶地的助記 第二呢 答應要跟我們的部落建立夥伴關係 永續發展 所以在這個地方 特別想要請教我們的局長 那請問您 就是我這是在代替族人來關心這件事情 那去年呢 有提到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會有一個共管機制 那麼特別想要問的就是 實質的內容進度是如何 然後我們預計怎麼樣去做共管 因為我們要的可能不是形式上的共管 而是實質上的共管 那什麼叫實質上的共管 族人希望的是資源的權利跟利用 那想在這個地方 特別的來聽聽看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進度跟想法 好 謝謝報告委員 有關林田山在去年 就是因為進入土地小組的調查 那這部分我想土地未來 目前已經改為是元寶地 謝謝 至於未來它要登記在哪個機關底下 這個我們會尊重 那實質面的這個規劃呢 剛剛您也提到說 主委有承諾會在那邊 我們現在正在跟行政院提一個中長城的計畫 那未來呢會針對這個園區再有一個比較大的整修 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們已經由花蓮林區管理處 那還有這個萬榮鄉公所 還有在地的部落代表 已經有好幾次的這個平台會議 針對後續的這個經營管理 那怎麼樣納入到這個族人的意見 而且現在在裡面的一些空間 我們現在也已經邀請在東部地區的一些原住民的藝術家進駐 那包含有公益的 那現在在談的也談有一個駐村一個定幕劇的表演 那我想我們絕對會遵照這樣子的方向來 謝謝局長 我想我們聽到我們已經恢復元寶地的駐記 我們非常的高興 因為這是去年三月題 但是在年底十二月就完成 那我想接下來的共館呢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能夠有一個非常突破性的 對我們原住民族人來說 能夠相信政府的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那所以呢我也非常的期待 就是未來就是2021年 剛好是它土地流失90年 那我相信如果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紀念活動 那其實呢可以讓我們的族人 對我們的政府更有信心 因為我們期待的同樣的核心 就是對我們土地的永續 那我覺得這個永續一定要建立在共館 共館呢就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的和解 和解一定要有一個真相 那我們非常希望未來有更多好的一個 歷史正義跟權力回復的案例 能夠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產生 那這邊謝謝主委 謝謝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武力華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那邱委員發言之後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主席 我請這個農委會 陳吉仲主委 陳吉仲老師 賴慶智 陳吉仲老師 好 陳吉仲老師 看到老師非常親切 謝謝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替我們一些留學生來請命 陳吉仲老師 那我們知道老師也是這個德州農工大學農經博士 陳吉仲老師 那你在這裡多久 陳吉仲老師 我在這裡研究成員工的六七多年 陳吉仲老師 所以你應該了解說留學生 現在台灣留學生在外面的勘困 陳吉仲老師 陳吉仲老師 現在就是說 我首先先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傳染病 就是說這個 等一下 咦 等一下 就是說 我們 從前就是說 中國是傳染病的疫區沒有問題 很嚴重 其他國家 譬如說日本 新加坡 然後英國 瑞典 它不是疫區 那在這個疫情之後 當然就是說 如果狂犬病疫區的話 你要把犬貓 帶進來的話 是要更嚴格的 但是呢 就是說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老師你看一下 在2月5號的時候 你們就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因應措施嘛 就是說 就犬貓為人類主要伴侶動物 所以 你如果要為 譬如說 你為中國大學回來的時候 那就是說你可以 這個帶著你的伴侶動物 當然這也是一個 國人緊急返台 飼養之犬貓入境 這個措施啦 那在這裡面就規定說 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從中國進來的 或者是說 從我國政府宣告撤僑的地區的話 就不用適用到20天前的規定 是這樣嘛 好那我現在的疑問就是說 中國其實是比 就是說它是一個 這個狂犬病疫區嘛 比英國 比美國 比瑞典 還比較嚴重 結果它不用登記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他就說 你這是2月5號啊 主委你看一下這一張 這2月5號這一間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3月16號 2月5號的時候 你當然不能夠預測說 現在歐洲 包括 現在中國已經關閉邊境啦 那英國 他是把 他的台下的很多 我們的留學生都說 抱歉你快回去 所以建橋大學昨天就說 你要趕快回去 那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說 這些歐洲國家 在你這個2月5號 這個運營措施裡面 並不屬於 中國跟其他的撤僑的地區 所以 這樣衍生到一個結果就是說 結果 中國是傳染狂犬病的疫區啦 它競然 可以免定期 英國 瑞典回來的要登記 好 那後面 這個就是說 你把這個 顯然你把你的專業判斷 交給到其他機關手上 這我等一下再來談 我現在要談的是說 就是說 現在 你看這個 我們台灣啦 有一個建橋的天才的學生 是我們教育部公費出去的 但是因為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那這一隻貓呢 叫 歐歐啦 他是他的這個 醫療輔助貓 主委你應該很清楚嘛 有一些 動物有很多這種功能 工作犬也好 醫療輔助貓也好 結果 他現在要回來 沒辦法回來 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剛剛那一個 就是我說的這一個 齁 你就是要在20 你之前要定期嘛 是 那他去申請 齁 他是申請你們跟他說什麼 你們跟他說齁 啊我對你的監黨主管 聲表同情啊齁 但是你沒辦法回來 歐歐歐 你要到4月2號的時候 你才能回來 歐歐歐歐歐 我非常感謝你 質詢這個 所以這種嚴重的事情 我來讓你了解 我檢討 是 英國是狂犬病的會議區 是 那我們同仁會盡快辦理 對 來 研理相關的規定 對 他甚至不用受20天的犯罪 所以剛剛講的2月5號 因為跟現在的疫情已經完全不一樣 2月5號的時候 歐歐歐歐這麼嚴重一下 我們狂犬局會在這個禮拜 就做出相關的調整 我們不可能用所謂的外交的專業 來判斷所謂的防疫上的專業 尤其他是一個醫療輔助貓 我們只要是所謂的狂犬病會議區 其實在調整的這個期限 工作會比較有彈性 好 好 拜託主委 拜託主委 你歡迎這件事 你看一下 3月12號開始撤離 就是說英國的劍橋說要撤離英國 然後 其實他就在3月12號幫完 就把我們申請了 結果我們又退回去 然後他又13號的時候又致電防檢局說 為什麼要援引 這是一個很艱苦的一個過程 然後 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一個過程裡面 他什麼證件都有了 所以我相信在台灣對外的留學生也不只說只有這一位啦 所以主委我覺得重點 除了這個個案之外 重點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要檢討這個2月5號這個 完全同意 所以個案的部分下午會議結束就會同事黨自人 通案的部分這幾天就會修正這個公道 2月5號這個一個就是 我們會盡快的來辦理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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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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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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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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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